不如这样 咱们换一种比射方式 如何 好 孤兄要比什么 就比 剑术 剑术 什么 你要跟我哥哥比射剑 小五 草原上剑术没人比得过赫氏 你不要下来 信我 赫氏兄 怎么样 好啊 赫氏是我们丹蚩赫赫有名的勇士 顾小五是杀死白眼狼王的勇士 英雄对英雄 这笔事将是草原的上士 传令下去 令大义司准备祭礼 是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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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都出来 快点 快出来 快来 跟上 快出来 这剑靶在哪儿啊 走 这就是我们的剑靶啊 我们的剑是一动的 快 你 跟上 等等 表哥 奴隶也是人啊 怎么能当玩物一样射杀呢 怎么办啊 豊朝的奴隶 本来就是玩物嘛 不行 不如这样 我听说 这冰原上蝙蝠多 到了傍晚 我跟贺师兄 每人拿出一百只剑 看谁设下的蝙蝠最多 最快 如何 也好 那我这些奴隶就用不上了 把他们都拉回去啊 谁 快进来 金哥 回去 快点 快走 快点 好 快走 顾兄 给你我的弓 怎么 再我们丹蚩连一张弓也没有吗 这张弓比平常的弓都要重 顾小五一副文弱书生的模样 只怕连弓都拉不开 安王这是要故意为难小五 我去找他 先别过去 你这么过去 试了大王颜面 顾小五肯定没好果子吃 大王 还是让顾兄用我的弓吧 您将铁弓赐给我吧 一个男人连一张弓都拿不起来 怎么娶我的外孙女 中原的读书人 瞧你撑的白净丝吧 这不是你们中原的钱 是杀敌的弓箭 瞧这个细皮嫩肉的书生 小心弓箭把你的皮刮破了 好 开始吧 好 开始吧 伍兄 准备好了吗 好 好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了 小五 箭是一支一支射的 来 准备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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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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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两人都割了一百只蝙蝠 哎 我输了 赫师兄 我用了强弓才能发连环剑 如果用了你的弓 肯定比你慢 况且 如果说我胜了你 那才胜之不武呢 对对对 没有人输 赫师还是我们丹蚩第一勇士 爽快 中原人 想要什么赏赐 王上 在这世上 有什么比您的小公主更宝贵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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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让大王跟顾雄单独聊聊 王上 有什么事啊 阿翁 阿翁在干什么呀 小五 小五 小五妹妹 小五妹妹 给我进去表哥 别进去 等一会儿 爷爷自有他的安排 也许只是想 再试试顾兄弟的武功 你先别担心啊 阿翁 不能进 阿翁 不能进去 不能进去 小五 表哥 表哥 王上 杀我之前 要给我个理由 让我死得明白些 我和顾家交手多年 武朱连环剑 我再熟悉不够 你是孤若毁什么人 但凭我会武朱连环剑 就说我是顾家人 文明也太武断了吧 顾家的武朱连环剑 是家传绝学 绝不传外人 好 既然你说你不是顾家的人 那我就要替顾家 收拾你这个偷师的小蛋 不是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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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家人光明磊落 怎么会除了你这么一个 连祖宗都不敢认打着孙 看来顾家离灭门不远了 王上有所不知 顾家在二十年前 被奸人所害 满门朝战 株连九族 我为家臣所报 才离开上京 除了兴事不改 其他身份都已隐去 做了个行走西京的茶圣 王上 王上 你已经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我毕竟是顾家的最臣之后 要是让李朝发现 怕是会连累丹蚩 王上 我今天就离开丹蚩 老子怕李朝 好 顾小五 你杀死了白眼狼王 我的话也放了出去 你不想做我的孙女学不行 多谢王上 我一定会隐藏好自己的身份 不会给丹蚩和小枫 带来麻烦的 隐藏身份 顾家的仇你不想报了 我当 我和顾如慧是不共戴天的敌手 生死相仪的朋友 顾小五 既然你是顾家的人 又回不去中原 干脆留在丹蚩和我一起打仗 李朝的狗皇上和奸臣们都该死 早晚有一天我们丹蚩 会替你们国家报仇血恨 小五 愿听王上差遣 你叫我什么 阿翁 阿翁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呀 阿翁 小枫 过来 我铁大二王宣布 英雄顾小五 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的孙女婿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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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Power 哇 啊 啊 出马 啊 啊 夫 voc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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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兄弟 来 再招一招 来 干 别喝了 你腿上还有伤吗 妹妹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你还没过门呢 怎么又护短啊 还有管男人哪 你们俩 别以为我不知道 平日一高兴就到处灌人酒 他小五能一样吗 他腿上有伤你不知道啊 我 我 我忘了 跟我回去休息 走了 你看你 还没合勾啊 你看你 走了 走 忠远人 怕婆娘 没出息 咱们兄弟俩喝 来来来 干 干 你 干吗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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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还没成亲呢 走 去哪儿 走 快 来 这边 你们丹蚩的婚俗是什么样的 丹蚩的婚礼特别简单 星人在天神的注视下 呼唤腰带就算里成了 天神是谁啊 就是天上的神仙啊 他会在天上一直注视着我们 那我们现在就换腰带吧 不行 我还没挑好呢 好吧 我们中原的婚礼是不换腰带的 是什么样的 我教你 来 右手搭在左手上 这样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高堂是 高堂就是父母 你的父母在西州 我的父母在豊朝 我们就对着东南方拜 来 二拜 二拜高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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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算是礼成了 新人结为夫妻后会改变称呼 我叫你娘子 你叫我夫君 夫君 娘子 这里真好啊 除了重大的祭祀活动 这里平时很少有人过来 可清静了 不如我们就藏在这儿吧 永远不让人发现 这样就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顾小五 你有什么烦恼啊 我就是怕我的茶叶卖不出去 没本事养活我的娘子 这有什么啊 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怎么都好啊 小枫 我问你 是不是只要跟我在一起 不管去哪儿都可以 你想去哪儿 既然我们已经结为了夫妻 你就不用怕你的夫妻再逼你和亲了 不如我们去西境游玩吧 现在啊那里正是夏秋交替的时候 景色可好看了 如果玩腻了呢 冬天我们就去礼朝的江南 那里四季如春 到处都是小桥 流水 可舒服了 好呀 我跟你走 以后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吧 嗯 我们明天就去跟安翁自行 好 这个给你 你怎么还给我了 你送我的这个护身符啊 在我杀狼王的时候救了我一命 我现在把它给你 希望它继续保佑你平平安安的 那你的意思是 你以后就不保护我了 我哪敢啊 我呀 希望天天把我的小公主捧在手心里呢 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阿翁了 你和阿翁 都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我以后 会比你阿翁对你还好 那你可不许负我啊 怎么会呢 如果我负了你 你怎么罚我都行 你如果负我 我就去喝忘川水 生生世世都把你忘了 好 傻瓜 这世上怎么会有这种地方啊 当然有了 我还亲眼见过呢 好 我们不怕 我们不会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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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行 我已经向诸国发出了情帖 告诉他们七日之后 你们要结婚的事情 很快西境各国都会知道 你和这个顾小五的婚礼 要想出去玩可以 但必须要等到婚礼之后 好 妹妹 你也不急于这一时半会儿 爷爷 必定为你举办最盛大的婚礼 到时候 你那父王不承认都不行 嗯 七天也不长 你觉得呢 是 是小五为思虑周全 多谢阿崩 为我们主持婚礼 我给你带你 我给你带哥 此时 最后 我自然之后 我给你带你 你看他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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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主 阿渡 你师父顾剑正在营地外想见你呢 师父来了 师父 师父 你怎么来了 跟我回西州 我要嫁人了 不回去 师父 你才认识他几天 你就要嫁给他 我是你师父 不允许你这么草率 我不能走 干什么 你放开我 师父 小心点啊 大大大大 何师兄 你见到小枫了吗 顾兄 你还不知道 小公主的师父来了 也就是你表哥 他去找他师父去了 多谢何师兄 住手 我不能走 住手 住手 小五 你放开 小五 小五 没事了 我来了 表哥 你要干什么 不想我 不想我 我有话跟你说 没事 我去去就来 你在这儿等我 让小枫 殿下为何还不把小風带走 你若做不到 我来做 我自有安排 不劳你费心 我们当初的任务 是寻找丹蚩王政 现在任务已经完成 你何必还要再去招惹小枫 你在丹蚩多待一天 小枫受的痛苦就多一分 我只有娶了她 才能名正言顺地带她离开 可是你想过没有 你若现在娶了她 将来你怎么面对她 我娶她是真心的 不想她再过这样的逃亡生活了 当初是我把小枫带出来的 现在 我要把她带回去 她不是物品 想带来就带来 想带走就带走 她是我的棋 谁都不能带走她 我都不能带走 小枫 好 刚才是我太冲动了 对不起啊 那 你跟小五 我们俩没事了 你记住了 我永远都是你的师父 无论哪一天你想离开 需要我 只要你说一声 我一定会出现的 我也是你 我一定会出现的 导致了 这一天 王上 王上 小枫要在丹蚩城京 是 我家大王有请王上与王后前去观礼 我女儿要成亲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还给我送来这个 你们铁大二王真是欺人太三 我家大王的口谕与请柬都已送到 还望王上择日出发 切莫错过了小公主的婚礼 王上 微臣受豊朝皇命 前来西州求亲 等了数月 却等到了公主在丹蚩大婚的消息 你不仅欺骗了微臣 你更是欺骗了豊朝圣上 安国公 小女顽劣 擅自出走丹蚩本王也是后知后觉啊 皇上 和亲之事 关系到两国的邦交 并非你西州王嫁女这么简单 你担得起欺骑之罪 西州的百姓担当得起吗 明远公主啊 没想到你尸骨未寒 一生的心血 却毁之一旦哪 安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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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国公留步 安国公 本王宫中 还有两位公主到了十分年龄 也可以前往中原和亲 还望安国公 能够回居美颜 皇上求娶的是嫡公主 君无戏言 微臣立马差人向圣上 禀报请罪 王上 所说之事 微臣也一并禀报 请王上 等候旨意吧 何以至此 何以至此 你生气了 你师父对你这么好 你干嘛不跟他走啊 不知道 为什么 你吃醋了 我没有 他是我表哥 我怎么会吃醋呢 我给你讲个笑话吧 话说啊 然后武将就特别感激地对神仙说 神仙神仙 你到底是从哪儿来 姓圣名谁啊 神仙说 我是草垛子 我是来报恩的 结果武将就特别纳闷 他说 我什么时候 有恩过你啊 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你猜猜嘛 顾小五 我师父就是我师父 我敬重他 如果他再来找我 我也一定不会瞒你的 我现在 心里就你一个人 所以 那草垛子 为什么要救那个武将 那个草垛子说 你当然有恩于我了 平日在训练场 你一件都没有射中过我 好笑吗 好好笑 顾小五 顾小五 快点儿 等等我行不行啊 你别动我 你看你那笑话讲的 是不是傻呀 好笑 舅舅 听说李燕带着圣上准战的旨意 回了西京安护府 那都是十几日之前的事了 现在算来恐怕已经到了 这么大的事情 舅舅为何不进宫与我说 老臣怕皇后知道多了 会惹皇上不高兴 再说都是军中之事 不是什么大事 怎么会不大 李燕是李承夜的人 他定是向着自己的主子 如果这战事一开 那李承夜全揽大局 独占军功 让我们承鄞怎么办 还真有件大事 高显千里激报 说这几日 五皇子不再西京安护府 什么 不在 那 那他会去哪儿啊 皇后莫及 虽然不知五皇子行踪 可显而明确说了 这不是二皇子懂得手脚 承鄞这孩子也真是 平日在宫里懒懒散散的 也就罢了 怎么到关键时刻还不争 这次要是让李承夜 抢了此宫 那日后争处之路 胜算便更小了 五皇子只是不争 可不是无能 托邪万不强 就算五皇子错失此功 这立出之势 也不是皇上说立就能立他 那舅舅可别忘了 跟表兄说 让他在西境安护府 多帮衬着承鄞 这茶太烫 放一放吧 去吧 王爷 我回来了 先坐 王爷 先喝杯茶 刚气的 王爷 我这次回来带了陛下的旨意 路上不敢有半点耽搁 陛下已经下了战旨 我们随时都能出兵讨伐丹蚩 太好了 我正打算提前发兵 这道圣旨来得正是时候 为何要提前发兵 一个草原英雄杀了白眼狼王 丹蚩的铁达尔王 竟然真的要将外孙女许配给他 两日后便举行婚礼 婚礼当日 所有丹蚩人都会在场 且毫无防备 正是此意 我一同高显商量好 在婚礼当日发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